今天呢已經把那個檔案給下載下來了 然後就開始做 做完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需要有一個 網站的概念 所以特別注意 我這邊一樣是把它 在那個尊貴佑裡面的網站 我要先新增一個網站 然後做出來結果大概就是一個第一個一定會有一個首頁 那也就是說這個網頁裡面呢 所有的頁面都是放在index.html裡面 然後呢裡面一定會有一個資料夾 叫做JQuery Mobile 也就是我把那個JQuery Mobile包在這裡面 那 其實 裡面的有一些效果 包含就是說一些 像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我這邊show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瀏覽器中預覽一下 那看到的結果 這邊 像類似像假設我今天做了類似長這樣 那 基本上它這個上面的圖示 顏色 還有像這個效果 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JQuery Mobile幫我做出來的 比如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回上頁 回上頁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這個App的設計 那裡面的話該怎麼做 這個大概做完類似長這樣子 那你可以回首頁 那裡面的話123 三個東西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 在做一個App之前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先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 網站 那實際上網站的話呢 就是一個資料夾 所以要等一下第一步 請各位先在那個 桌面上 新增一個 假設我先放桌面上好了 假設我今天在桌面上放一個 102 App 好 那也就是我們證照體的那個102的App 102體把它改成App 那我要放哪裡呢 將來 以後呢 我們就是以一個網站為單位 那一個網站就是一個資料夾 將來的話你可以 如果你要把它傳到 那個Adobe的網站呢 記得把 這一個資料夾壓縮成 點VIP的檔案 因為它只 只支援 VIP檔案 另外 還有 兩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 你把它傳到那個Adobe的網站上面的時候呢 切記 你的 這個檔案裡面 千萬不要放中文檔名 因為之前有同學 放了中文檔名之後 傳上去之後發現 奇怪它怎麼都不幫 都會出現叉叉 沒辦法轉換 還有就是說 第二個是index 的那個名稱 它後面是.html 好像用html 好像用html會有問題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另外裡面也不要放什麼default 記得就是用index 不要用default 因為網頁裡面呢 你用首頁名稱 用index 或用default 其實都可以 但是呢 在 Adobe那個網站 它就是會挑 OK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先建一個資料夾 放在桌面上好了 第二的話呢 請各位在網站裡面新增一個網站 網站名稱也許叫102 也是叫App 然後請各位 瀏覽的時候找到什麼 桌面上的這一個 102App 也就把這個當成是我們要建那個 網站的一個 一個位置 然後 伺服器的部分的話暫時不要設定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靜態的 那如果將來你要連結 那個什麼 連結那個PHP的話 這個地方再去做設定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設定什麼 12 按確定 按儲存就可以 這個時候呢 我把這個先關一下 裡面的話一定是空的 所以第一個你先 在桌面上新增一個資料夾 並且新增之後過來 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 關鍵來了 檔案 點什麼 新增檔案 特別注意喔 你 新增檔案之前 一定要先建一個 資料夾給他 還有建一個網站 之前有同學 都跳過 直接新增網站 會怎麼樣 後面問題就多多了 OK 他一定要有個加啦 你不要隨便亂開 就開始做了 不能從中間開始 再來的話 請注意一下 我如果要建 那個index 請各位注意一下 文件的類型 請一定要改成 html5 如果你不是用html5的話 將來也無法轉換成手機的app上面 可以看到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新建 一個空白頁面 按建立 按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 直接存檔 存檔名稱的話 等一下再存好了 我們 也 先開一個 這個空白頁面 這個空白頁面 那再來的話 我要在這個頁面 特別注意 我現在的模式 是切到傳統 並且把它改成 分割 分割的 為什麼要分割呢 因為這邊剛好啦 因為手機的畫面剛好長條狀 那一個左一個右 看起來其實就很清楚 那將來 我們需要做什麼 在body裡面 放四個頁面 這四個頁面 剛好就是一個首頁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個首頁 一個首頁 然後另外有 四個 那個我們要的頁面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那個 剛剛看到那個 四個頁面 四個頁面 看一下這個 好 就是 第一個 home 第二個是 page 1 第三個是page 2 再這個是page 3 所以會有home 加一個page 1 2 3 那這四個頁面 我們要如何產生呢 特別注意 其實 它有點像是 在網頁裡面的書籤 不過其實你現在已經看不出來 它是出籤的那個感覺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的話 記得就是說 請記住 建一個網站 開一個新的 文件 然後htm5 接下來的話 記住喔 切到傳統 一定要傳統 然後並且把什麼 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改為分割之後 在這個上面會有 出現一個 面板 因為如果你沒有切成傳統的話 這個面板會出不來 請你把它切到 Jcry mobile 這個面板 裡面的話找到第一個按鈕 叫做什麼 Jcry的頁面 有沒有 那請記住喔 以後的話 你要加任何頁面 請務必 從這邊開始 當然 一般的書裡面 都是叫你自己打程式 也OK啦 因為它其實 Junweaver只是說 幫你把需要打程式的部分 自動幫你加上去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 我要先加第一個頁面 不過呢 特別注意喔 你按一下這個按鈕之後 特別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它會跳出這個畫面 Jcry mobile 因為呢 你第一次使用到Jcry的時候 目前 Jcry的任何的那個 資料夾啦 任何的檔案呢 就是 所謂的韓式庫啦 都還沒有 幫你載進來 那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Jcry mobile 你以後用到我這個韓式庫 那你希望用什麼方式來使用 主要兩種 一種是遠端 什麼叫做 遠端就是說 你電腦有連線的話 那你連到我Jcry mobile網站 去存取 這樣可以 第二個是什麼 區域的 區域的意思是說 他自己幫你call那些 Jcry mobile需要的韓式庫 幫你call到哪裡呢 call到local端 就是你的網站裡面 所以如果你選預設的 他就會自動幫你在 你的網站裡面 建一個資料夾 叫做Jcry mobile 並且把韓式庫 丟進去 這樣以後你就可以用到 哪一個比較好的 但看起來 用第二種會比較好 用預設的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當然最新版你要連線啦 不過如果你連線不穩定 或者是說 你有時候連不到 那就麻煩了 那就出不來效果 所以比較穩定的方法 記得就用這個方法 你也可以選擇更新啦 他目前是 1.64啦 不過現在應該最新版已經到1.8 1.9了 所以你當然可以把它更新 然後按確定之後就ok了 所以直接按確定 這個時候會怎麼樣呢 他會跳出 你的 第一個頁面要叫什麼 記得 我們把它叫home好了 home 好 叫home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我們 這個home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說 上面的部分有個 頁手跟頁尾 那因為頁手 我需要 頁尾我不要 頁手是這個 頁尾下面不用 有沒有 因為我今天頁面的部分 我需要 頁手的部分 幫我放個logo好了 然後頁尾不用 所以 記得 你們在 設定的時候呢 請你把頁尾打勾取消 留下頁手就好了 應該知道吧 反正一個文件 不外乎 頁手 跟body 還有跟他的頁尾 我如果不要頁尾 我就把頁尾拿掉 按確定 home 第一個頁面叫home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就會 轉變還蠻大的 不過有哪些改變 你不要急著 做下一個 下一個步驟 你可以看一下 他幫你在body 跟body中間 加了一個什麼東西 DIV開頭 DIV結束 所以特別是 頭跟尾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啦 就是一個 JQuery mobile的頁面 這個東西 他的結構 請記住 一定是一個 Data row 的標籤 名稱叫做patch 也就是說 他這個裡面的東西 在JQuery mobile裡面的 角色 是一個頁面 id 是home 然後在裡面一層 會有個header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有header打勾 所以頁手會出來 頁尾有沒有 頁尾沒打勾 所以頁尾沒有 裡面的話有個內容 內容的頁面在這裡 content 一樣會有個 頭有個尾 所以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 連續的 DIV開頭 DIV結束 請記住 一定有頭有尾 你不要把頭 把尾巴給砍掉 那這個頁面 就會發生錯誤了 好 第一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第二個怎麼做 一樣的方法 不過特別注意 第二個做法 容易出錯 請各位把游標停在 這個DIV的結束 的外面 請記住 你不要直接在插入 你直接把游標放裡面 再插入的話 會變成什麼 頁面裡面的頁面 那將來 奇怪 超連結為什麼連不過去 因為你插入的 第二個頁面 在你自己的裡面 你就連不到了 所以特別注意 游標 設定第二個的時候 請記住 把游標停在 這個DIV的 版型的外面 Enter一下 再插入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做錯的話 之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一直連 連不過去 程式都沒錯 原來是因為 他游標放錯位置 OK特別注意 你把Enter一下 然後第二個頁面 再插入一下 然後呢 這個叫Page 1 夜首 按確定 再來點 點下面這邊 再插入 這個叫Page 2 123 OK 2 然後 再點這邊一下 再插入 這邊是3 按確定 好 大功告成 有沒有發現 1 就是 這個頁面 當你將來選他的時候 選這個外面框框 也可以選 他就Home 這個是 Page 1 有沒有 這個是Page 2 Page 3 所以總共會有 4個頁面 你如果第一階段做出來 長得 就是像這樣子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呢 記得喔 最後把它Safe一下 儲存 再來 特別注意喔 名稱的話 請自己打一下 index 千萬不要打錯 點 htm 加一個l 因為有時候 他很龜毛 好像 記得之前好像有同學是 少打一個l 傳上去好像出問題 我不確定啦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好 如果標準沒問題應該是 html index.html 按儲存 這個時候他 會幫你複製嘛 因為我們剛剛是選擇 把JQMobile call過來 所以他會 幫你call過按確定 所以call完之後 請記住喔 這邊有一個 重新整理 有沒有發現 JQMobile過來了 那恭喜你 你的 第一個頁面 基本架構就做完了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以後無論做 網站 轉app 動作都一樣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OK 第一個 請各位新建一個 什麼網站對不對 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 在這邊 開一個新的檔案 記住是html 這應該沒問題吧 第三個 就是在 這邊改成傳統的 這邊改成分割的 然後在這邊 記得在 body跟body中間 插入一個頁面 這個叫home 然後在外面在 page1 home page1 2 3 存檔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以後 做任何的 App 之前 你要先思考 你有幾頁 你幾頁先設計好了 然後呢 再到你的tuneweaver裡面 新增一個網站 資料夾 桌面上 我是剛剛把它放桌 桌面上比較好找 因為等一下還要再傳上去 轉成App 因為你如果沒有放桌面 你將來要找 比較不好找 所以我是在桌面上 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 102 App 第二個是 再利用duneweaver裡面的網站 把它新增 到 我們的duneweaver裡面 變成一個網站 空的一個 一個網站 然後再新增一個 文件 記得一定要改html5 因為你如果沒有改的話 這個就不是標準的那個App 你傳上去它沒辦法幫你轉換 然後其他的話就照著做吧 不過這個可能要熟 雖然其實很簡單 已經夠簡單了 這個是已經算是捷徑了 OK 然後待會的話 我們就 按部就班 的把 這四個頁面做完 那 這個App 就完工了 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網站 傳到 Adobe的那個 PhoneGap的網站上去 就可以用QR 掃 手機就看到了 應該這樣 其他如果說你要 公司 有一些什麼需要給人家看的一些文件 其實我覺得用這個方法來做 好像也還蠻不錯的 而且感覺起來 花的時間又 不算多 好 效益的話其實也還不錯 它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解決方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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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